北盤堂吉 我們現在人在日本大阪的一間 路邊的小店 還蠻好吃的 這種古味的 古早味的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話不冒險 我今天在大阪天氣外面天氣非常好 然後路過一間 裡面人非常多 剛剛人超多 都上班族 但現在大家吃完了 趕快來拍一下 阿明你飯沒吃耶 你這碗飯 我可以把它吃完嗎 欸 出來了 欸 我剛吃那個 還不錯吃 才750塊 CP值超高的啦 日本現在物價好像 沒有比台灣貴耶 感覺 還可以再吃個兩份都沒問題 我們現在人在這個地方是 阿波座 算是屬於西區 那現在要去什麼地方 我們要去那個 變天丁 變天丁 看一個物件 喔 變天丁看一個物件 對 那我們就先搭地鐵嘛對不對 對 用走的不會到吧 搭地鐵去 搭地鐵去 那這個地方很多工地有沒有看到 就是這裡好像 未來會有 孟州就從這邊過去的樣子 所以這裡很多新的建設 目前生活機能可能沒有像 市區那邊什麼中央區那邊那麼好 但是 價格好像也比較便宜對不對 對 價格也比較便宜 所以 如果對於大阪未來是有期待的 其實這一區也可以考慮 他出來街闊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今天要看的房子是離車站大概多久 車站也蠻近的 好像差不多大概5分鐘 5分鐘喔 5分鐘就到了 阿民好像都找那個5分鐘就可以到的地方 基本的 走太遠的 台灣的客人不喜歡 不喜歡走太遠 尤其是每次來要拉著行李 沒辦法接受 所以還是要 離車站越近越好 那 但是 太近又很貴 那不能太遠大概5分鐘內 大家是可以接受就對了 台灣客人可能是5分鐘 但是日本人可能10分鐘 所以大家接受的程度不太一樣 那 這邊的結果目前是這樣 坐著滑手機 躺著滑手機 蹲著滑手機 腰痠背痛 你是有跟我一樣的困擾呢 推薦大家這台 德國藍寶無線監禁按摩器 符合人體工學的設計 起動後就可以開始紓壓了 激原多種模式以及兩段溫度調整 無線設計讓你走到哪 按到哪 為了家庭的和諧 買一台送給老婆吧 那其實出了車站以後啊 這邊就是都很住宅區 日本就是住宅區的地方呢 它就是很住宅 你不會覺得看到很多燈紅酒綠啊 心心色色 這邊就是住宅區 就是很好住的意思啦 如果說你想要找自住的 這種地方其實還不錯 然後它的交通機能 也還OK 變天丁可能比較少人聽說 但是其實它也是雙鐵共構 JR跟地鐵的一個共構 那剛剛那個是中央線嗎 對 地鐵中央線 中央線耶 其實都不是很小的 不是小站啊 中央線就是到本丁那邊去了 也可以到 也可以到大阪城那裡 所以也可以直接 跟市區做連結 剛剛遠遠看喔 以為是在蓋新房子 就不是 它這個是大規模的修改公式 就是 整個是在做拉皮的部分 一樓到頂樓全部 又不是做新 不是在蓋新房子 是在拉皮耶 這時候就覺得 這個修繩肌勵筋 非常的有意義 誒 多通好了齁 好喔 那我們直接進去囉 誒 那你看就覺得這個是比較 老派一點的 這應該有四十幾年了吧 看這個樣子 裡面全部 拉皮重做 倒了 出來了 那它現在 因為它這個在比較高樓層 所以 感覺沒有遮蔽的這麼暗 因為上次我們去看 比較中樓層 其他社區在做裝修 它這個布木 這個陰架 整個是圍住整棟大樓嘛 所以就會造成採光 最近採光會不好 但是這個拉完皮就會撤掉 所以是OK的 開門 進來 那這種的房子 就是信箱在這邊的 就是年紀通常是比較大的信箱 才會這樣設計 進來就有一個 濃濃的新房子的味道 好 這個是全部又重新拉皮了 阿咪 這是什麼房型啊 喔 這個是3LDK 好 那進來以後 它玄關是這樣子 其實也蠻OK的 三房應該至少要有這種大小 然後這個做了拍拍手 鞋櫃 也蠻完整的 那是一個長廊 左邊右邊左邊右邊 最後LDK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它的TOILET 全部換新了 因為它這個整個敲掉蟲弄了 這個要花很多心思 然後進來 這邊還有一些置物空間 有個玄關的區域 這邊是玄關的區域 然後看到的第一個門 是右邊這間房間 那通常這一間呢 就是對外窗 它是對著外面的走廊 所以有些人會擔心說 隱私啊 或者是 會不會吵啊 吵應該是還好 因為日本人很 很重視就是安靜 但是 這個已經改成毛玻璃 你也不用怕隱私的問題 只是說你燈亮的時候 外面會知道這裡有人而已 衣櫃啦 什麼的都已經做好 全部換新的 冷氣的管線管道都有 然後接下來我們看 這一間 這是浴室 浴室的部分也全部換新 全新 全新 欸 不錯耶 全部都弄新的 因為我看過這種房子 拉皮裡面做裝潢 它是地板 天文板全部連隔間 因為它這個隔間 全部是清隔間 木頭隔間 會全部拆掉 變成一個全平面的 所以這種裝潢也花了很多 很多力氣啦 我不知道多少錢 但是也花了很多力氣 好 那LDK進來以後 它是一個客餐廳 廚房的一個 開放室的空間 廚房也全部換新的 人造石的檯面 然後也配了 Panasonic的 Panasonic的洗碗機 然後三口爐 抽油煙機 是Panasonic的 過來以後 它這邊有一個小空間 這一間是 沒有對外穿 沒有對外穿 它是有一點像暗房 但是就是因為這一間的關係 所以讓這一個 這個空間感覺又更大 更開闊 那這一間可以做成 算是多工人室 合室或者是書房啊 或者是客人來可以住的地方 那餐廳的部分 這是它的餐廳 餐桌擺放 然後客廳 客廳的大小也算是適中啦 不會說 我們去看過有一些真的很小 但是這個剛好 你看它放的是兩人桌 兩人的 兩人的沙發 其實它 這兩人沙發應該剛好 不能再大 大的話會影響到這個門的動線 然後沙發的背墻 到電視背墻 大概兩米半左右 放一台比較大一點的電視也沒問題 而且它這個整個空間感是這個樣 不是說特別的大 但是非常的剛好 麻雀水小 武藏俱全的感覺 最重要是它有一個大陽台 這陽台感覺真的非常的大 有沒有 又深又寬 超寬的 而且它這個陽台是延伸到隔壁間 這個隔壁間呢 它 是房間可以直接出來 它目前在做公示 它的整個 這個陰架 圍梨是圍起來的 那我們看最後一間房間 歸房 這間 採光一定很好 現在 燈全部關掉 是這個 因為外面有陰架的那個網子 然後再加上今天是陰天 那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下面呢就有那個 那應該是 那應該是 JR 的一個 鐵道 鐵路 所以 平常聲音也還好 音量大概就是這樣 好像還好 所以 旁邊有高速公路跟鐵路 那這邊離剛剛那個變天 變天釘站 大概五分鐘走路 五分鐘左右的距離 所以其實也是非常方便的地方 雖然不是主要的那些 那些站 但是其實附近 你看那邊有好幾個 那種比較屬於 Tower的房子 那這邊就是一般住宅的部分 旁邊還有一個學校 這裡好像還不錯 而且他重新拉皮 雖然說他這個房子可能比較老 我們不是說看他的整個 整個基礎設施覺得他老 而是他的設計的風格 就 你這個就算把他全部換新的 他的風格沒變 你也看得出他的年紀 但是其實如果他整個拉皮完以後 外觀應該都會看起來比較新 只是他風格比較舊一點的風格 他那個剛下面設計就有公告 外牆的磁磚 還有入口等等 他這邊都會做 都會做公告 所以喜歡的可以來 直接來看 那我們來分享一下這個房子 這種地方 如果說不要自住 用出租的話 如果他價格還蠻OK的 那租租大概可以租多少錢 出租的話大概租 上三房大概10萬出頭 應該是OK的 即便他老 他也有這個價值 對 因為他有三個房間 三個房間要租10萬出頭 應該不是太大問題 有些市區 他一LDK 就租到10萬 我這個做個幾站 這個其實離市區 中央線沒有很遠 你要到市區到天王寺 都非常方便 到梅田都是直達的 那這個 這個就大家自己考量 那可以租個10萬的房子 那他的坪數是幾坪 他坪數的話 全狀是61坪米 61坪米 然後陽台好像還有10幾 陽台一定有 這個超大的陽台 陽台還有大概10萬加起來的話 大概是71吧 7071的一個使用空間 那就大概換成台坪是212坪 這個是室內使用空間 那如果在台灣要買到這樣使用空間 至少買到312坪去了 才有辦法買到這種使用空間 那這個在變天丁站 5分鐘的路程 這個60幾平方米 然後是三房 三房 然後室內的裝修 裝潢 衛浴、廚具、客廳都全部翻修 是今年1月才弄的 今年1月才弄的 才剛剛完工 好 這樣子屋主開價多少錢 屋主開價是2999 3千萬左右 3千萬 3千萬 好 為什麼要差1萬塊呢 台灣的話就290 2991 對對對 它是2999 日本人也都玩這一招 這樣好像2千多萬了 對 這樣子換成台幣大概600出頭萬 就算630好了 630 在台灣630即便是老房子 有辦法買到雙鐵共購的房子嗎 好像有點困難 對 有的客人都會說 我之前給我看過留言說 因為我們都不講修繕金 或者是管理費多少錢 其實如果來問我們會說 那尤其是像這一間 大家都會說 可能有人會說 600多萬的房子 它一定修繕金跟管理費很貴 我剛看了一下 它這一間的修繕金加管理費 大概是一千 1萬5日幣 就大概是 大概1萬5日幣 大概是三千塊 台幣 兩個加起來才1萬5而已 兩個加起來1萬5 那很好住耶 沒有什麼壓力了 台幣三千塊 我們現在在台灣 如果電梯三房的話 應該是三千塊也差不多 好 那其實不是說阿銘不說這個 因為每一個社區的狀況不一樣 要講很多 對啊 因為它沒有規律喔 它不是說 你這房子比較新就貴 對 房子比較舊就怎麼樣 這個房子四十幾年了 但是修繕金其實很便宜 那有一部分有可能是因為它負數多 我剛看了一下資料 它其實剛還有一個備註 它的社區的修繕金 現在已經累積到一億九千多萬 所以現在可能沒事它要花一下 因為就是累積太多了 對 那修繕金的話 累積到一個程度的話 其實它就是會社區有哪些要改善 它就是把你盡量弄漂亮 其實那修繕金也是全體共同持有的 所以你買了這個房子 其實那修繕金你有佔一部分 就像我們台灣它的管理費 可能就是處理一些保全的錢 電梯的垃圾清潔垃圾的錢 但是日本的管理費有修繕經理把它想成是說 有包括大樓結構 或者是安全的維護的這些備用 聽起來好像不錯 而且你看它的拉皮 它的修繕不是只是局部修繕 是整棟 你看那個做的有多仔細了 所以其實如果結構沒問題 日本政府 如果結構有問題 日本政府不會讓它繼續讓住人 就是因為目前看起來還OK 所以才有辦法拿出來就是繼續使用 所以如果說對這個房子 CP值高的一個三房 有興趣的好朋友呢 歡迎跟阿明聯絡 加入群組 直接Tag學弟阿明 如果說你是想多了解一點 日本或者是大阪 民國這邊的一些房地產資訊 歡迎加入群組 低則留言有加入方式 那如果你是下次想跟我們一起來 大阪這邊看房子 也歡迎加入群組 我們期待有更多人來一起自真心話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出國在外語言不通怎麼辦呢 請問這附近有什麼推薦的晚餐可以吃呢 支援超過100種語言 有外籍看護也非常推薦 歡迎參考第一則留言